墨西哥外长马赛罗·艾布莱德 周二6月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决定不参加美洲峰会 但美墨双边关系良好 同一天他在墨西哥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 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 一方面拒绝邀请古巴、委内瑞拉、赫尼加拉瓜 参加美国主办的美洲峰会 另一方面又与东南亚的非民主政府接触 艾布莱德称美国的决定不一致 如果不是矛盾的话 东盟成员国包括军政府统治的缅甸 以及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越南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选择不邀请委内瑞拉、尼加拉瓜 和共产党统治的古巴的左翼领导人 参加本周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峰会 理由是担心这些国家缺乏民主 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 退出是因为美国表示 并非所有美洲国家都将受到邀请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这次峰会上 讨论地区移民和经济挑战问题 奥夫拉多尔表示 他将在下个月与拜登会面 艾布莱德表示 他将代替总统奥夫拉多尔出席峰会 并将推动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禁运